第四集 关注农民与法 这里是法制编辑部 大家好 我是案例讲述人王鑫 我们今天故事的女主人公啊 叫孟秋月 二十多岁的孟秋月 被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男人控制 并即将按那个男人的指示 去做一件害人害己的事 去啊 给再两个话呢 关哥 调整状态啊 自信 对自信 喂 我玩游戏呢 孟秋月 你给我听好了 你说乖乖的配合好我 咱的日子都好过 你要敢背叛我 我就把你那些裸照 去遍你们村子 你当着你得说话啊 不能像木棍似的往这儿欲处 听见没 你得说话 来 咱们先活动活动嘴皮子 这样 我都听你的 你咋说 我咋办 行了 一会儿南方来两人 别忘了 跟我叫表哥 别忘了我边子说 放上去啊 你多留点神啊 这么多彩礼 可不能让人给骗了 记住了 伺候好男人 才能扣出钱来 大哥 来了 我这要接你们呢 人呢 是 山里本 快快 屋里去 来来来 这就是 秋月 来来来 我里头 来来 我里头 来来 来来 走走走 走走走 说话 那个 俺家的情况 大贵也都跟你们说了 我娘呢 就是 岁数大 身体也不好 我就睡一堆一块 也没啥隐瞒的 那个 要是乡中了 就算是缘分 要是没乡中呢 也没啥 再怎么也不能太委屈了 不是 好好好 好好好 哎呀 哎 哎 吃月 注意了 就赶紧把这儿等着看着 断吃酱 来 来 叫他生了这儿 看 啊 啊 大兄弟 情况呢 我跟大贵也都说了 我表姑呢 等了前住院 犯老病了 这不 这表舅介绍嘛 这大老远 我们才来相亲的 可是啊 表舅介绍那个 猴头八相呢 流流气 求玉米相忠 巧了 还真碰上大贵 这不把你介绍来了 啊 哈哈 你说你俩也真是有缘分 要是没啥意见 这事咱定了啊 啊 过完彩礼 立马你就把人拧走啊 别忙了 那个啊 你往列号车就等着呢 我接着会闲点 哈哈 那妈赶紧把那两个人拿出来吧 毕竟制定要紧 等啥时候表哥再来了 咱得好好招待一下 这有啥呀 这别有病 遭罪呀 你等着啊 我给你拿钱去 沈张 东西都买好了啊 啊 啊 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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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喝呀 哎 他钱 哎 哎 沈张 沈张 那个 按照回去 咱们这钱得给人家秋月 啊 给给给秋月 给秋月 给秋月 不好意思 表哥 哥 赶紧把这钱 给我搬汇过去吧 等以后生了一男伴侣了 就带着女婿去见他老人家 老姑那儿你放心 你大夫叔的良性肿瘤 只要手术割除了就没大碍了 哎 你啊 安心的在这好好过日子啊 那我先走了 我急着汇钱去 好 我再来 哎 那 那我都不长留了 你看 就头一次上门 连饭都没吃 对 真的过意不起 秋月 找到你们这样的好人家 我就放心了 咱以后就一家人了 常来常往 有时候我再来 我先走了 慢走慢走 等了 那我送送你 哎 好 大哥你慢点啊 你干嘛啊 你送送你老哥 宝哥 你 你今天晚上 我把他睡 行 这么还能领 啥正不正的啊 那领了你的财礼 那就是你的人 那忙兴团的那个董老妻 怕亲戚儿跑了 晚上睡觉 把衣服扒光了 锁柜子里头 钥匙交给老妈打着 你也得提防得点 听见没有 这不是男人不打扰人看吗 不行 你听着劝吃饱饭 哎 你 您多费心了啊 我走了 慢走啊 小哥慢点 听着劝吃饱饭啊 听完 Shark 没错 我 没有 我 我 我 没错 没错 我 我 不 我 Undo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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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睡吧 累了一天 你就睡那儿了 你还是上炕睡吧 他还没领结婚证呢 明天咱就去领证去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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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把门给锁了 这啥事了叫 妈 行了 别喊了 锁就锁了吧 谁花钱娶媳妇 不怕才去人空的 再说了 锁门要不锁 老太太也睡得不踏实 这啥事啊 无论 太阳了 像龄 我 有 船 岳 那你还没媳妇咋样 就怕是装馅了 等给你生了孩子 那才是真心 我的心里得拖紧啊 秋叶 快别洗了 你们俩赶紧收拾收拾 到箱里增立去吧 好 马上就干完了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 哎呀甜蜜 甜蜜 真甜蜜 你唱错了 我没唱错啊 就这么唱的 你就是唱错了 你唱一个对啊 那你听好了啊 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你笑的甜蜜蜜 你笑的甜蜜蜜 还是你唱好 那 你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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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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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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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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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